2019雅錦賽正中旅美好手雲集 其中張靜德 張宇成兄弟黨 雖在三級棒球時期曾經同隊 不過這一次卻是首度一起 穿上成人國家隊戰袍 因為從來沒有在中華隊 一起同隊過 所以我覺得比較興奮吧 因為我覺得以前的話 就是在學生時期 然後在一起這樣 現在就不一樣嘛 就參加中華隊 也是那種成人的這樣子 就很開心 就不像那個學生時期 就是同隊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是 比上國家隊 然後也在台灣打 然後這個名聲也比較大 所以很開心 就是跟哥哥一起 幫忙的奮鬥 張宇成熬過六年小聯盟生活 今年終於站上大聯盟殿堂 期間不僅守備零失誤 更敲出生涯首轟 回憶其首轟 不僅讓張宇成哽咽想起父親 看見弟弟的真情流露 哥哥張靜德 同樣也思念起父親 我們的父親 對啊 因為 人家從小 父親的栽培吧 培養跟他的用心吧 因為小時候 就是真的滿辛苦的啊 然後爸爸又一個人 在外地工作 他就很辛苦 然後他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很早就離開了 然後他也很年輕這樣子 我覺得他 對 就 除了兄弟倆一起在國外打球 小弟張偉盛目前也在統一師鎮中打拼 兩位哥哥雖然平常都在國外 仍會關心小弟的表現 上育軍的時候就有在注意這樣子啦 就是 還是畢竟 就還有很多話想告訴他這樣子 就是希望他能夠 對台灣的投手要更了解一點 你去了解自己 去了解對方的投手 不是 因為他 畢竟他的條件都很好 我覺得 就是 再更努力一點這樣子 張念德也期待小弟能 持續向哥哥們看齊 也希望往後三兄弟能 一起入選中華隊 一同為國家奮戰